汪大姐住在杭州淳安县千岛湖镇冒饭村 汪大姐说 他们家在附近山上的一片林地里 种了枇杷和板栗 去年八九月份 地里一棵板栗树上 结了一个马蜂窝 没人敢动 去年十月二号 隔壁村的江师傅来找他们 打听马蜂窝的位置 我前面是不答应的 我说这马蜂窝太那个了 太危险了 然后呢 他说不要紧的 我们是有捐运营员 有两三个人合乎的 这个你放心 我们呢也有那个防护衣服 网上呢我们也有那个量很量的 他说 太早了来摘 蜂窝还没进去 妹妹不值钱 要等晚上天气凉下来 起码要十点钟以后再摘 那个蜂窝全部进去了 妹妹有钱 在他找到之后 又到我们家里去 到我家里去 哦蜂窝我找到了 他很高兴的样子的 汪大姐说 第二天 他八十多岁的父亲上山去看看情况 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我父亲早上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去看一下马蜂窝 我摘掉没有 要是摘掉了 我顺便捡几个板的 然后走到那里呢 这个马蜂不是 掉到地上 就是野了 就是风飞来飞去 就在刚好他做的事情 不是身上也很气吗 走到那里 他就飞过去叫他 汪大姐接到父亲电话赶到地里时 父亲已经被严重遮伤 汪大姐说 他赶紧叫了救护车 当时地上散落着一块马蜂窝 附近还有好几只死掉的马蜂 个头都不小 很可惜汪大姐的父亲 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死亡原因是风遮伤 因为那个马蜂窝 挂着树上 你要去不动它 那是不会伤到人的 挂着树上好几个月了 是不是啊 你要去动它 就要弄干净 处理好 不然的话 不是伤到我们 伤到他人 是不是啊 这个就是他的责任呀 因为当时汪大姐 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现在快一年了 她说责任问题 一直没有明确 那位姜师傅住在 淳安县千岛湖镇近贤村 汪大姐带记者找过去 但姜师傅不在家 姜师傅的岳父岳母 住在附近 老人告诉记者 姜师傅外出打工了 人家有的人说 有没有什么毛风窝 到处问这个事情 就是有没有 我我又不敢再毛风窝 如果这个事情的话 如果要是真的不相信我的话 你现在回来 我现在我家门口 我那个树上都有毛风 我如果敢带的话 我也带掉了 那棵树下面有曾经有去过吗 没有 网上没有去 这是白天的 白天你去考察了一下没有 白天我是去过来 我睡一下车来 我就到千岛湖来 我去接小孩子 姜师傅说 她60岁了 之前没有固定工作 所以听人说 马风能卖钱 当时就去附近村子里打听 哪里有马蜂窝 实际上那天 她并没有去摘 汪大姐附近意外去世的事 和她根本没关系 姜师傅表示 如果汪大姐认为 她有责任 就要拿出证据来 1818黄金远记住报道